联准会最近一次政策会议记录显示 官员依旧认为通膨存在风险 未来仍有升息的可能 房贷利率近来飙升到2000年11月份以来的最高水平 让潜在的购物者望而却步 据报道由于投资者担心高利率和通胀的持续时间超过预期 周一抵押贷款利率大幅上涨 8月份房屋建筑商的信心急剧下降 建筑商将主要原因归咎于利率上升 30年期固定抵押贷款的平均利率 8月21日达到了7.48% 为2000年11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仅过去一周就上涨了29个基点 较高的抵押贷款利率加剧了供应不足的状况 目前的房主不愿意挂牌出售房屋 因为其绝大多数房贷利率都在3%左右 或低于3% 换房意味着这个比率增加一倍以上 2022年8月时的30年期 国债平均利率为5.5% 对于与30年期固定贷款首付20% 购买价值40万美元的房产的人来说 现在每月还款额比一年前大约高出420美元 现在越来越多的借款人选择可调利率贷款 这种贷款在较短的固定期限内提供较低的利率 根据抵押贷款银行家协会的数据 上周五年期ERM的平均利率为6.2% 选择ERM的借款人比率上升至7% 2020年当30年期固定利率创下多个历史低点时 这一比例还不到2% 美国的房屋建筑商一直在试图通过 短期或长期抵押贷款利率 或者降低房价来抵消抵押贷款利率上升的影响 今年早些时候 随着需求激增和利率回落 他们放慢了这些激励措施 但最近他们再次加大了力度 中天中望 真理报道